1月21日,应美国中华海外总商会的邀请 由云南省宝山市政府副市长 王立维团长的防美考察团抵达洛杉矶 出席了由美国中华海外总商会举行的欢迎晚宴 当地的政府官员、社团代表等出席了欢迎晚宴 美国中华海外总商会今晚欢迎中国云南省宝山市人民政府一行五人的考察团 这次他们考察的项目就是一个是信息产业和交通还有商贸交流 我们美国中华海外总商会去年的11月份专程派代表到宝山市进行了访问 然后这次他们作为一个回访来到我们美国中华海外总商会这边来 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商贸交流、文化交流 做进一步的发展和交流 同时我们美国中华海外总商会这次也和云南省宝山市人民政府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 友好合约 就是最主要是为了发展我们美中文化交流和商贸交流方面的一个项目 那个天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宝山市防美考察团在美期间将同美国中华海外总商会就双方未来的交流合作进行进一步磋商 还将对洛杉矶政府有关部门、企业和桥界社团进行深入考察 这次咱们一行五个人到洛杉矶 主要是来学习考察呈现的交通建设和现代物流管理 理定了两个题目 一个是物流管理 另外一个就是综合交通体系的建设 应该说我们现在正在考虑我们综合交通体系的规划和建设 在建设之前规划阶段呢 学习和借鉴先进发达的经验很有必要 宝山是一个面向南亚十三亿人 被托祖国十三亿人的一个很重要的交通疏流 这个地方的交通建设意义非常重大 非常重大 过去呢 它属于一个国内的交通的边缘地带 边疆地基 交通渐发达 但是随着我们国内的大家知道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吗 一带一路这个战略提出来之后 我们就从末端变成了开放的前沿 所以刚才我向大家报告的 我说我们面对的是十三亿人口 南亚的十三亿 背靠的是祖国的十三亿人口 那么肯定经济要发展 文化要交流 事业要进步 交通要先行 这就是它的重要意义 这次宝山市政府防美考察团 通过美国中华海外总商会这个平台 建立起宝山市与洛杉矶各界的了解和互信 并为今后在经贸文化领域的进一步交流合作 打下良好的基础 全球新闻 美国洛杉矶报道